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寻自己人生 最后他散尽家产 流离失所 想起了家的温暖 但是浪子的心里也因此很忐忑 他不知道父亲看见如此糟糕的自己 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回应呢 这个知名的故事 独家收录在《路加福音》里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位浪子 踏上回家的归途 看见伟大的爱吧 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是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临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更大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岂不点上灯 打扫屋子 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吗 找着了 就请朋友临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 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以前没有网络 没有电话 这位爸爸怎么会知道 今天要在门口迎接孩子回家呢 也许这是因为 爸爸每天都在门口徘徊 等待 期盼着今天就是那一天 亲爱的朋友 你也正怀着忐忑的心情吗 鼓励你不要再犹豫 今天就坦然无惧地回家吧 天赋每天都在等着你 他要毫不吝啬地赦免你一切的过犯 和你分享他的丰盛恩典 并且他要把一切的爱都给你 我们且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赦免我过去所犯下的许多错误 接纳我回到你的爱里 使我能成为你的儿女 享受有你同在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回到爱的家 让天父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